有些缘分是注定要失去的,有些缘分是永远没有结果的,如果爱,爱并不如烟,那年他19岁 他对他一见钟情,他跟他是大学同届同系不同班的同学,在大一新生报道那天,几千名新生排队等候办理注册,他穿着蓝色格子衬衫和牛仔裤,恰巧排在他后面,更恰巧的是他也穿着蓝格子衬衫和牛仔裤排在他前面 由于人多拥挤,他后退的时候不小心踩了他的脚,他急忙回过头来笑着和他道歉 他,乌黑的长发,在脑后扎成马尾巴,大大的眼睛,好像会说话似的,一笑起来,嘴边还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,从那天起他就相信这是上天给他的缘分 从那天起他就对他一见钟情了 他23岁,他和他大学毕业了,四年在一起的大学生活,他努力地呵护他和他之间的友谊 他从来不敢去表达他对他的爱慕,他只能用他沉默地陪伴,细心地关怀,温柔地体贴来表达他对他的爱,能成为他的好朋友 他已经很知足了 他在学校谈了几场恋爱,他就成为了他的忠实听众,陪着他一起兴奋,又陪着他一起伤心 他每一次恋爱的结束,他都会暗暗地庆幸,每一次安慰他后,他回到宿舍都会偷偷地笑出声 大学毕业后,他就出国去了加拿大留学,他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 这三年,他每个星期定会给他写一封信,寄到加拿大去鼓励他 他想知道他在异国他乡,没有他陪着好不好 他也有时回信给他,告诉他,他很好,要他放心 他知道他真的长大了,成熟了,不再是那个需要他陪着,需要他关心,需要他照顾,需要他安慰的小女生了 他 他26岁,他出国留学回来,要和他在国外留学时认识的同学结婚了 他终于回来了,回来就结婚了,只可惜新郎不是他,他的心一直在疼,好久,好久 在他的婚礼上,他笑着上台致辞祝祝福他幸福快乐 一个月后,他悄悄悄地受了十斤,从此他失去了他的消息,他36岁,他的婚姻并不像他祝福的那样幸福快乐 他十年的婚姻没有像他想的那样,他只能用维持这两个字来形容,要不是因为有女儿,他连维持都不想要了 他以前习惯了他的细心,照顾,体贴及陪伴,可自己的丈夫却不能这样对他,还不如一个好朋友那样了解他,那样关心他,那样疼惜他,那样宠着他,那样爱护他 因为他的个性好强加上事业心旺盛,他根本没有多少心思去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他的事业上,在工作上更有活力,在职场上更有魅力 经过几年的努力,他终于在传媒界正出一片天空,占有一席之地 功成名就后他开始觉得生活空虚寂寞,开始怀念他对他的好 心里不断浮现出一幕幕他跟他共同的,曾经拥有的记忆 他真想去找他,可是,他没有找他的勇气 因为,他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,因为,他不知道他的婚姻是不是也像他的一样 因为,他有一个可爱的女儿,他只能把婚姻维持下去,他真的没有勇气去改变这一切 缘分就这样和他擦肩而过,是他不懂得珍惜,再怎么不情不愿不甘不舍,又怎能回到开始 他38岁,他还在维持着他的婚姻,他永远离开了他 她的大学老同学约他到咖啡店,交给了他一封他写给他的信,老同学告诉他,他前几天在加拿大病逝了,临终的时候托付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他 他正住了,脑子里一片空白,他怎能这样不给他一点的预告,一点的准备,悄悄地沉入永远的禁忌 他不知他是怎样走出的咖啡店,他也不知他是怎样走到他们长去的湖边 他手里攥着他的那封信,像攥着他仍然还在跳着的心 他为他还仍然跳动的心,紧紧的,紧紧的 雪儿,我走了,这次是真的走了,永远地走了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已经在天堂里笑着看你呢 还是好喜欢看你笑的样子,不要让心停格在那凄处哀愁的瞬间 笑着面对人生,你要帮我笑完今生好吗?你的笑在我的世界里是最美的 一直以来我都想告诉你我是那样的爱你 从大义新生注册时你踩了我的脚的时候,从你回过头笑着和我道歉的时候,从我们注册那天穿着同样衣服的时候 我相信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缘分,我对你一见钟情了 每一次想告诉你的时候,我都不知怎样说起,准备好了一车的甜言蜜语,一见到你就全跑没了 你是那么纯洁,那么善良,那么聪明,那么慧洁,那么讨人喜欢,好怕你的拒绝,那样和你做好朋友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只能沉默地在你身边做你的好朋友,陪着你,光心你,照顾你,体贴你 我等了你四年,大学毕业典礼那天我想告诉你我是那样的爱你 可是你却在毕业典礼的前一天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 你要去加拿大留学,手续都办好了 还拿了奖学金,毕业后就走 我刚刚萌生的勇气又不知上那里去了 只是表达了如何为你高兴,和一大堆的叮咛辱咐,一大堆的不放心 我又等了你三年,牵挂你的日子好难挨 我想等你回来的时候告诉你我是那样的爱你 你终于回来了,可我收到了你的席帖,你要成为别人的新娘 事情怎么会变成了这样,我所有坚强的自信在那一刹那全部崩溃 我的心好疼,疼得都能听到我的心筐的一声,碎了 我怕你不开心,鼓起最后的勇气去参加你的婚礼 我本想看一眼你就走了,你却笑着拉着我,抹着要我祝福你 看着你穿着白色的婚纱一脸幸福甜蜜,笑得还是那样的美,我连拒绝你的力量都没有 看着身边的你,突然觉得我和你的距离是那样的远,遥远到你不再是那个在大一星生注册时和我穿同样的衣服,回过头笑着和我道歉的女孩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,而是,我就站在你面前,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我不记得我是怎样狼狈地逃离你的婚礼,只记得我碎了的心一直在流血 以前的往事真的像一场梦,承载着我所有的爱和梦想,它终于因无法靠岸而一再地犹疑,爱情像一扇时间的门 当我第一次推开门的时候,清楚地看到你的经过,但第二次再推开门的时候,模糊的你已经消失不见了,我永远会记住你回头时那最美的笑 如果永远真的存在,那么就让我爱你在永远的每一天,如果永远不存在,那么就让时间停在让我爱上你的那一瞬间 忘记你带给我的昨天有多难,我做不到,我只有选择离开你,可迈开离开你的脚步又有多难 你是我心中无法言说的痛,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等待 我辞掉了工作,一个人躲到加拿大念书去了 你留给我的回忆一直跟随在我的左右,心化入回忆的轨道,无法挥去,更不想挥去,走在喧闹的异乡街头 我仍然还会不知不觉地在寻找你的影子,静静的深夜,思念的空隙窜流在我的梦里梦外 我知道时间并没有减掉什么,反而增加了许多的想念,你的笑依然那样的清晰 想你,是我执着的温柔,爱你,是我无奈的遗憾,等你,是我一生的守候 从见到你的第一天,我就在等你,沉寂地等你,我等了你十九年,现在我不能再等你了 但我一定要告诉你,要你知道,雪儿,我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等你,等你爱我 天渐渐地暗了,黑了,她还在紧紧地攥着她的那封信,攥着她仍然为她跳动的心 她望着头,望着天空,满脸的泪,她对天堂里的她笑了 她闭上眼睛,又有两滴红色的,晶莹的泪从眼角滚了下来 兽飘地 救虾 救虾 救虾